柬埔寨东南亚运动会 即将开幕 我们将从即日起到5月17日 从现场为大家带来一最新消息 一起见证我国选手的精彩表现 第32届东南亚运动会 5月5号在柬埔寨新边点燃战火 这是柬埔寨历来首次举办冬运会 东南亚11个国家至少5000名运动员 会师金边 角逐37项运动的608个赛项奖牌 新加坡在本届赛会 共派出558名选手参加30项运动 比上一届多出百多个人 可谓声势浩大 近两周的赛会 石城健儿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 哪些热点赛项值得我们秉惜以待 上一届河内东运会 新加坡表现不俗 以47斤46银71桶在奖牌榜上排名第五 跟历届冬运会一样 游泳队是最大金库 横扫21斤11银12桶总共44枚奖牌 其次是基建 创下6斤4银5桶历来最好成绩 马来武术和保龄球分别是四斤和三斤进账 其他成功摘金的还有 乒乓 武术 射击 滑艇 田径 象棋 台球 等13项运动 这一届的竞技赛项和去年稍有不同 我们在上一届有金牌进账的保龄球 射击 滑艇 今年全都不列入赛项 不过另两个传统强项 帆船和水球 上一届停办之后 这一届重归冬运会 期待再创辉煌 我国水球男队长期称霸冬运会 足足27届52年未尝败继 不料27连贯霸业 在2019年惨痛终止 那一年的菲律宾冬运会 新队首次败给印度尼西亚 又遭菲律宾逼合 最终屈居继军 历史性败仗让水球队痛定思痛 已经退役的历届老将和夺冠队长纷纷回朝 与后进并肩作战 卧薪尝胆沉浅四年后 水球队如今上下一心 势必重夺金牌 东运会向来是尸城男女飞鱼 所向披靡的舞台 自2005年在金牌榜上超越泰国 跃升首位之后 就稳坐东南亚永坛老大宝座 从未失守 上一届河内东运会 尸城涌向囊括21斤 连同2019年菲律宾东运会 和2015年新加坡东运会23斤的漂亮战绩 新加坡近十年有三届东运会 在泳池中横扫所有赛项的过半金牌 本届派出22人参加 老将新秀齐出动 唯独少了奥运金牌王子约瑟琳 上届东运会他只以二斤交差 是自2011年首秀以来最糟糕的成绩单 几个月后又爆发涉毒风波 让大家不胜唏嘘 如今27岁的约瑟琳退出东运会以后 我们还可不可能在今年9月的亚运会 乃至明年巴黎奥运会看到他的身影 他的运动员生涯是否会提前告终 相信都是大家心里的问号 约瑟琳前景不明 而同样卷入涉毒风波的张正伟 却是越战越勇 张正伟25岁 继2022年河内东运会 在50米自由勇和50米蝶勇 都改写大会记录之后 去年12月市锦赛再刷新记录 50米蝶勇甚至游出亚洲最快成绩 本届东运会他将参加50米自由勇 50米和100米蝶勇赛项 希望拿下东运会金牌 进而赢得明年巴黎奥运会入门票 如愿以偿 首次向奥运会进发 东运泳池中还有另一位值得留意的新秀 17岁的蛙勇男孩马哈比尔 马哈比尔是在美国长大的新加坡混血儿 去年才刚代表我国参赛就一军突起 一举改写白米蛙勇全国记录 成绩甚至快过 河内东运会越南金牌得主 今年首次征战东运会 会在池中激起多大浪头 令人期待 从泳池到田径场 都是大型体育赛会的奖牌库 过去四届 新加坡田径队总共收获6枚金牌 当中4金分别来自 女飞人山地和长跑剑将苏瑞勇 现年26岁的山地可以说是新加坡田径史上的第一个女飞人 2015年18岁那一年首夺东运会200米金牌 那是新加坡苦等42年才收获的第一枚短跑金牌 但是那之后 她连续三届失利 2022年河内东运会终于恢复永泰再夺200米金牌 此后山地的势头挡不住了 最近更是一个月内五次刷新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 在200米项目中甚至跑出亚洲最快成绩 停不下来的山地会给东运会带来什么惊喜 值得期待 32岁的苏瑞勇则是我国长跑剑将 2015和2017年蝉联两届东运会马拉松冠军 而后因为一些纷争 错过了之后的两届东运会 终于在今年重返国家田径队 她将冲击5000米和1万米长跑奖牌 这两个项目她至今仍是全国纪录保持者 个人最佳成绩胜过上届东运会越南金牌得主 上一届东运会是新加坡平康队大换血之后的 首个重大考验在冯天辉余梦宇等老将退役的情况下 清一色由年轻小将上阵还能取得二金三银四同以实属难得 虽然纵观历届东运会成绩这是新加坡自1999年登顶23年来 首次丧失东南亚拼弹霸主地位 女团十连贯梦碎 男团更是止步半决赛 但是河内东运会让人看到了出生之堵的能耐 本届东运会新队派出男女各五名选手征战 当中包括三位首次参加东运会的新鲜人 虽然平均年龄更小了 但是过去一年历经各种大赛磨练 小将们的实战经验要比上一届更丰富 当中最亮眼的当属新加坡土生土长的17岁体校学生郭勇 去年共运会出世提升 救助团队赢得银牌 不久前结束的WTT新加坡大满贯赛 他立错世界级好手一路挺进16强 随后又在立场国际赛中杀进8强 世界排名从200名以外直冲上第72位 在新队男将中排名最高 本届东运会 郭勇将连同师兄周哲宇 共同扛起竞逐男单奖牌的重任 近代这名17岁小子 在东运会赛场上带给我们更大喜讯 羽毛球队近两三年来明星球员辈出 但是翻开历届东运会记录 成绩却差强人意 上届东运只得一银五桶 四届加起来也只是区区的二银十三桶 再推浅一点看 羽毛球团体赛奖牌 从1973年迄今的50年以来 只靠女队在2003年摘下唯一金牌 在前后的26届比赛中 女队就13次挂同 男队则是前后足足16次 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东运会同排名 本届赛会 由于东运会和苏迪曼杯赛期重叠 主力球员分身乏术 所以洛健佑 换伤组合徐永凯 陈薇涵 以及头三号女将杨嘉敏 金宇佳 黄佳莹 都只会参加率先开打的团体赛 不会角逐单向赛 竟然如此 夺牌重任自然得落在团体赛了 早已绽放个人光芒的主力球员 能够加着国际赛爆结的势头 沉住气也稳住军心 带领团队突破铜牌魔咒 为新加坡赢回团体银牌甚至金牌 对羽毛球队整体实力和团队精神 将是一次巨大考验 很少人知道 上一届冬运会奖牌榜上 基建还是继游泳之后 新加坡的第二大奖牌库 金牌所得和奖牌总数 都比其他运动高出一截 所以再冷门也值得我们喝采打气 合力冬运会是尸城剑手 历来表现最好的一次 横扫十二个赛项的六金四银五铜 首次超越东南亚基建强国越南 这一届冬运会 尸城剑手势必再接再历 在东南亚稳住阵脚 下一步要冲击亚洲前五 击身韩日中港之列 上一届冬运会不列入赛项的翻船运动 这届重返柬埔寨冬运会 尸城建而都势在必行 翻船也是我国的传统大清库 1993年以来的十届冬运 新队每一届起码三斤进账 巅峰时期的2015年新加坡冬运会 翻船队更是仗着主场优势 横扫十枚金牌 本届冬运会 翻船队派出十名选手 其中就有九人 是首次征战冬运会的年轻小将 平均年龄17.8 潜力无可限量 想一起为师承健而加油打气吗 联合早报体育专线采访团队 从柬埔寨冬运会现场发回及时报道 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